拿到microbit的板子,你首先最会发现它这边有很多个LED灯 那我们最长一开始就是让小朋友先刻意把这些灯点亮 它点亮的方式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有它线形的图案,它图案里面有很多,你自己选 比方说我要选一个微笑的,那它出来就是一个微笑的 那你自己去选这么多,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显示文字 显示文字,那你这边可以输入文字,比方说这边是hello,它就输出会变成一个hello 那最大遇到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显示中文字 好注意,它没有办法显示中文字,只能用英文字 那你真的要选择中文字,那你可以使用这个积木 看你有没有办法点出来,比方说我要显示一个王好了 你可能需要这样子去点 好,我点公好了 你把它讲成i或者国字的公也可以 这样好了 这样比较像公,那你真的要选择王那就把这个点完 你可以使用这样子的点法 或者是输入英文数字都可以 但是就是没办法打中文 那还有什么 在更多里面 这边有个清 木屏就是这个显示灯要把它清掉 那灯光里面还有 点亮某一个 这是有坐标的,25的话 这边从这边开始数A0,A1,A2,A3 它有个坐标性质 S0 这边是000 01 这个是S轴,这个是Y轴 注意一下它的坐标,你可以依序让它去点 在 灯光这里 然后它也可以显示它的值 不过这边就更深入的 那我们刚开始简单的 我们就先把这些做出来 它有哪些东西 第一个有 这边还有一个数字 把数字显示出来 显示文字跟显示数字 我们后面会讲文字跟数字它是不同的 比方说我们显示数字 8 卡路完显示数字8 好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储存到我们的 电脑里面 在下载里面 微命名这一个 把它复制到 Microbit里面 这个磁碟机贴上 我们再来看 那你复制上去之后 你都会看到到这个灯这样一直在闪 闪完它把程式写完了 那你就会看得到 好 它的效果 好 那我们电脑因为会自动把它打 把随身碟打开来 所以它 自动又会躺回来 好 Hello 完 然后显示一个8 再显示一个1 好 再一个笑脸 那如果我们要这样看的话 我把它摆正来看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这样子 就可以把这25个LED灯 你做在编程上做一个适当的 教育 或者你可以去让小朋友发想 你续续想说 这个25个LED灯 我到底可以做什么 它只是给你25个LED灯 能做什么 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是学生要自己去想 它到底要做什么